格陵蘭獨木舟製造法 老師八位 那學生大概有二十六位 五天的時間完成 三招船 還到鯉魚壇進行下水典禮 首座課程這種成就感是非常高的 不希望它造出一個完美的舟 而是在這一段過程裡面 去成就一段完美的學習 像我小時候怕得要死 就是我只要游泳課 我就永遠都請假 就覺得我 所以嗆到水的噩夢又回來 很多人都是因為第一次嗆水 那導致之後會有陰影 就跟你一樣 鼓勵同學們 一定要去嗆過水 嗆水之後能夠保持鎮定 這才是我們要學的 做水上運動或海上運動的時候 你要先了解大自然的氣候變化 這就是我剛剛所說的要做好功課 我一定要… Mer love you 對我完全沒有 叫做水上運動或海上運動 小伍子 太高了